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角色是一个女作家 一个女强人 然后很故乖 很故家的 好小的父母和弟弟 家庭很好 是一个没问题的女人 是一个很典型的香港中产的女人 事业有成 懒有看法 以为自己 其实某程度上 也有点像我 懒有态度 懒有看法 但是 最终也是很小了以人 而且深刻有一些很面目 很吓人憎 其实很像我 这次因为 因为电影主要是跟古仔 要不跟古天乐 要不跟王先生 所以又没有一个好主景 大家把一家人的热闹 在热闹的气氛上 那又不会像当年 家有喜事那些感觉 那你说 是不是这样 就 没有心机拍了 那又不是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 可能在人 处理起戏剧 或者有时处理一些东西 上面 可能我会成熟了一点 这个床铁客 专来帮人解决爱情的问题 建庭 其实 那时候拍摄 真的是二十多岁 那个年纪 现在就四十岁 过了 你说心态上 是不是很大转变 自己也很大转变 那时候真的很开心 每天开工 我记得那个屋很小的 其实是一间别墅 但是工业人员加了几百人 即是几百人 不就是几十人 没有几百人 几十人 塞了在一间别墅 那里 那 那 当时那些气 其实又很赶 就是一个量很多 例如拍很多场戏 又很热 很开心 那时候冬天 那气氛是很高涨的 就是因为 其实 粒粒都是卡士 那你一定是 情绪会去推到很 好 整天都继续在一个很hyper的状态 那 那时候又 觉得每个人都很好演技 你又会努力一点 用心思一点 那时候的情绪是这样 而且始终年轻 年轻 一年轻 你觉得什么都兴奋 如果隔了十多年 其实九二到现在十六年 你隔了十六年拍 你的年纪又大了 你说你拍了这么多戏 在这十六年里 你说如果只说 没有兴奋 就是开工开工 每天都处于一个很hyper的状态 那我告诉你 没有了 那是 那是 不是黄先生 一向他上了国内这么多年 他一直都是拍七剑 燕吻这些 都是因为国内市场 他每次在国内都 看到的士司机也好 看到街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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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今年年头 有一本周刊 做了一个 这么多年港产片 年历 不是 是賀岁表的年历 黄先生 也算是排 我不知道排第四 第几 黄先生 不知道排第三 例如周星馳 成龙 他 他见到那本书 做得这么有心机 他觉得 试一托吧 我想他是这样 他跟我说 我真的很想试试 等于有些戏 你一定要先不要自卑 你说我做了 怕别人 很怕别人看我 会看回戏中的我 所以我一直拍喜剧 二来 我头两部会觉得 有点尴尬 始终都是女生 但我一直知道 如果要做一个喜剧演员 或者做这些 这么放的喜剧 这么无厘头的喜剧 我一定要找一个方法 不要卡在中间 又不觉得自己 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己 然后有自卑 是很难 很有感情去拍的 首先 你常常提醒自己老 你已经老了 你敢不敢 现在不化妆 去做一个角色 我觉得在这方面 可能我自己 一直都不是偶像 所以我不太介意 最好笑的是 那些人说 无关如智爆 如果他生到第二个 陈可生就给他名分 我用了你 给他名分 我 我真的很不买这套 我不是陈可生的附属品 我有时候有些场客 逼不得已陪他去 譬如有些金像奖 金马奖 他有份提名 我觉得应该作为他身边的伙伴 应该支持他 如果他拿到 最好有一个很近的人 跟他分 其实我是觉得 尤其是做这一行 最有型的就是自己 一个个人 一个独立的个体 不是我 是陈泰 我根本就不稀罕那个名分 我觉得那个名分 就是我很执着这件事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 那你多个人 你女儿都生了 你自己骗自己 你别管 这些我自己觉得舒服就可以了 我觉得 尽量 譬如 我的手影你不用去 他的手影我都尽不去 譬如 甚至投影状那么大 去到北京 去到中央 中央邀请你 你又不好意思推人 我才去 我是不喜欢做旁边的人 我感觉很幸福 很少了这些人 我觉得 这些观众会吐的 会吐的